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新舊朋友做個報告 今天你就把你的PSY點選出來 今天的部分PSY 我會用文字簡訊通知 在早上開盤前 所有先針對今天指數的高低區間 向我們的內部會員做個簡報 那你就也不用照那個價位 我會通知你什麼時候進場 什麼點會進場 我會另外用文字簡訊通知你 至於你是使用電腦版夜盤的朋友 那你就完全照著做 這個部分就比較單純 你是使用電腦版的 那麼你就照 因為電腦版有早盤夜盤 是結束在一起的 這個部分你就不用理會它 就完全照著PSY做進出就可以了 使用手機版本的 我說一半 我會發簡訊 你在什麼點會進場多或者是空 面對金融市場 接下來我的看法 我要先給我做個報告 我個人的看法 我是偏空 我直接講我就是偏空 那麼你說偏空 可是如果PSY-50怎麼辦對不對 那還是要做多 我講這邊 所有全體會員 請你完全依照5分鐘PSY操作 VIP特別會員 我會帶你做避險做布空 我的做法一定是這樣子 也就是說PSY縱使我看空 還是以PSY為主 因為PSY比我準 PSY衰只要到-50 你就要做多 正50就做空 那0走0就平衡 那最主要我們來看一下台北股市 台股你問我怎麼看 我的看法最主要的 在前天我們提過 加權指數在本週就看兩個點 一個叫10926 不好意思 這張圖 10926 往下 謝謝 10926到10962 為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往前看 台北股市今年以來 到目前為止的最大交易量 是發生在4月18號 我完全依照我所看到的數字 那跟各位做個簡報 4月18號當天 最低點叫10926 那收到1萬1千 最高在1萬1千點之上 可是中場收在10962 那麼接下來整理將近三個禮拜 那就崩跌了 這個叫事實 所以台北股市怎麼看 如果台股要漲 那它無論如何 我們看一下 台股現在10946 對不對 回過來看 它無論如何 我也不要求它站上962 它最起碼最低標準 它要能夠守住10926點 代表它還是很強的 它可以做一個高姿態整理 什麼叫高姿態整理 因為我們用眼睛看 我覺得金融市場就用眼睛看 這裡叫高 這裡叫低 這裡叫高 這裡叫低 如果這裡叫低這裡 我不知道 如果它還要漲到這邊來 對不對 好 那這裡就叫低 假設它沒有能力 漲到這個天上來 這裡就要是一個高 所以這個叫高姿態整理 這個高姿態整理 能不能再創新高 那前提只有一個 它不能跌破10926點 那針對台股的部分 我已經報告完畢了 那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幾個商品 很重要 包括所有的LINE好友 我們在昨天特別提到一個 來 各位請看 這個叫VIX VIX本身叫做恐慌指數 因為VIX在昨天出現 非常吊詭的一個走勢 你說 昨天有什麼好奇怪的 昨天很奇怪 昨天最多一度暴漲18個百分點 最多 當然到目前為止 大概漲12個百分點左右 你說這有什麼好奇怪 因為VIX本身它叫恐慌指數 VIX在漲 你要提防國際股市會跌 VIX在跌 國際股市會漲 那各位也許會問我說 昨天美股開盤 開低 走低 可是中場還是硬是收上來 VIX叫恐慌指數 VIX本身它有領先的功能 所以你要很小心 很仔細去做比對 過去這兩年來 特別我們在運通財經台 排骨直播室這個單元裡面 那麼針對恐慌指數 講了很長一段時間了對不對 好 我知道你會告訴我 蕭陽明 你怎麼有什麼料不去的 你... 來 各位請看 這叫9月19號 這天是9月19日 這天 然後這天呢 4月20日 這天呢 7月19日 這天呢 9月10日 就是10日到今天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嘛 我就覺得有什麼好奇怪的 可不可以幫我拉近 我們停在這一塊 那你慢慢 你靜靜的看 來 請你告訴我 在9月15到9月25 這段區間裡面 這裡有沒有一個由下往上的跳空缺口 有嘛 然後接下來 VIX就一路暴漲 對不對 往右邊走 慢慢走 好 這裡有一次 可是我們主要看這一次 我稍微來幫你做說明 這一次一樣 奇怪喔 大概都在15號到22號左右 就是說你去觀察VIX 這一次喔 這就是20號 這有一個跳空缺口嗎 有嘛 有頭有 沒頭沒有嘛 然後接下來就暴漲 這要7月19日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呢 全市場也不理他 那這神經病啦 Mix 跳空大漲 美國國事業不漏 對不對 對... 你講的都對 7月19日 18日 好 來 這張 17日 18日 好 來看全土 也就是說我們去觀察恐慌指數 因為它有領先的功能 它叫反轉指標 可是呢 因為它會領先 所以呢 看不懂的就繼續看不懂 就亂猜 就亂猜一通 那事實就加 加 1 2 3 4 猴子去考試 對不對 那怎麼考呢 來 你要抄下來 好 來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每一股 一樣 剛才是過去一年 剛才是過去一年 的Mix 這個叫稻窮工業指數 好 各位請看 10月3號 5月3號 7月30 9月17 9月18 沒有錯吧 應該也高 等一下 你不要看他這個樣子 你看7月30號 7月30號 稻窮從27,221點 暴跌到25,479點 這麼一小段 這麼一小段 跌了1,600點 那這一段呢 也大約1,500到1,600 那這一段就多了 這段就多了 對不對 好 那我特別把過去這一年 1,2,3,4,5 5次的主要回檔 我把它標示出來 分別有10月3號 5月3號 以及7月30號 這5次裡面 Mix有3次告訴你 我要崩跌了 但是你不理他 你說那怎麼可能的事 這個在擁有空單 隨便你啊 隨便你啊 我不管那些東西的 也就是說 當恐慌指數出現跳空性的上漲 然後接下來 他沒有辦法馬上 他都領先的 因為他是佈局的 也就是說市場有特定的機構 針對未來已經篤定 有些潛在的重大利空 然後Mix 就用跳的 他不是這樣用漲的 他是用跳的 好 跳上去之後 在第一時間市場都會關心 可是呢 經過了3天 5天 10天 大家就忽略了 然後美股就崩跌 你看嘛 我覺得 對就對 錯就錯 一個叫10月3號 一個叫5月3號 一個叫7月30 一個是昨天的9月18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你說美股沒有跌 對啊 因為你在回購台 你做個筆記好不好 你可不可以做個筆記 每一次的Mix 來 十九 二十 十九 十八 差不多都在這個時間 十五到二十左右 一二三十 四次 他領先 道瓊 大約 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左右 他 每一次他跳空完 一到兩個禮拜 Mix就暴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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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就最少跌一千五百跌 每一次 所以整體上 因為昨天又出現暴漲 跳空性的爆漲 你跟我說 小人民再來做多 做一個頭 沒有 好啦可以做多 底線10926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子 你千萬不要破 求求你 破926 我就覺得你自己要生氣 我不知道 你去觀察好不好 依照真實結構 我就跟各位做個簡報 那麼面對PSY的部分 該怎麼做 跟各位做個說明 PSY在昨天 我們講指數的部分 因為昨天是大結算日 所以面對今天在期貨市場 你該怎麼做 我們稍待在下一段的節目裡面 我們交給郭老師 那麼郭老師會利用PSY的角度 為什麼在昨天 那麼他的部分 他是建議轉到一律 就是因為要結算了 那建議轉到10月 那10月呢 我看了一下昨天的10月PSY 總共有三次的正50 三次的正50 如果有進場操作了 三筆都大贏 三筆都大贏 三筆空 昨天台股是一路走高 連空三筆 強勢勝出 是怎麼做的 我們稍待把時間交給郭老師 那麼感謝各位 馬上回現場 A++智能演算四大優勢 A++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 30年來城市交易大掉進 A++智能演算 建議先與服務人員聯繫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現在就加入不得同步 讓您贏在股市第一場 立即拨打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好 我們是內政部移民署 E-GATE自動採驗通關系統 會給您方便與快速的通關體驗 第一步驟 請將護照發出個人資料頁面 個人資料頁面朝下 接著靠左三角對齊 至於護照讀取機帳 完全感應後 假門打開 第二步驟 眼睛直視機器上方鏡頭 同時 手指按壓機器 右下方指紋按壓機 進行電視 電視成功及通關完成 It Easy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找 我是郭妍瑩 艷陽老師 這個階段由艷陽老師陪著一起看盤 老師在這個行業二三十年 也經過金融風暴 還有經濟復甦期 所以非常清楚 大家在這個行業 面對金融市場的暴漲狂跌 還有橫向真理 往往在面對這個市場的變動 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像前幾天我講 一個老闆的故事 他從股票從三十塊 漲到一百五 他不敢買 人家先跟謝亞告訴他 這次股票會漲到一千塊 是個黑馬 他還是不敢買 為什麼 因為他甘心害怕 甘心什麼 這股票是漲到一百股 一千塊 還是跌到只剩下八塊錢 所以呢 他睡不著 茶飯無心 也吃不下 頭痛 胃痛 為什麼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 因為 就像老師講的 他永遠不知道 對方 到底是在買進還賣出 在這個行業 在這個市場 你要跟什麼的競爭 你要跟的是 你的競爭對手在競爭 競爭什麼 競爭 大家在講十階點 所以 你當然不知道 你的競爭對手 現在在做什麼 想什麼 你當然會害怕 當你有一個很好的 輔助工具 你需要去擔心他嗎 害怕他嗎 當然不用 所以呢 PSY PSY 就是把你競爭對手 在想什麼 做什麼 完全呈現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期貨價格往上漲 他的買 氣就一直往上 往上 等他在正五十 那表示什麼 就是 表示買力耗盡 買不動了 所以 你要該怎麼做 當然只能站在賣方 賣方 你空了一口湯 接下來你要等什麼 等到 PSY到09 PSY到09 你就是把它平常掉 同樣的 期貨價格往下跌 跌到負五十 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市場上 大家賣力衰竭 賣力衰竭 那你 你只能 表示一件事 因為 期貨價格 隨時要往上 當然只能做 多 同樣的 他一定要什麼 你做多一口 那怎麼辦 接下來你要等到 他回零走 回零走 再平常掉 所以無論 在正五十或負五十 PSY 他一定會回到零走 老實跟你保證 PSY 正五十負五十 他一定會回到零走 所以大家都知道怎麼做 這陣子一直強調了 你看到PSY 正五十空 負五十多 因為PSY 就是把 錯中覆灑的心理 變什麼 變成簡單的數據化 正五十負五十 跟零走 你只要看到正五十 空負五十 多 接下來你就要等到零走 平常 像我們昨天 我們昨天怎麼操作 昨天一開盤 這個位置 上面是PSY 上面是台股旗的走勢 這個位置是多少 是不是正五十 正五十 該怎麼做 是不是做 做多還做空 當然是做空 所以 你在10885 空了一口台子棋 那什麼時候平常掉 當然是PSY等於零走的時候平常 所以你一定滿身期待 PSY什麼時候是零走 所以 這位置是什麼 是不是到零走這位置 到零走這位置 那你該怎麼做 當然是把它平常掉 所以 你在10869 平常掉 你10885 空一口 10869 平常 你這一口 贏了幾點 贏了多少 贏了16點 16點 你照著PSY這麼做 16點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是 在11點05分 是不是來到一次正五十 正五十 正五十該怎麼做 當然是做空 所以你在10906 空了一口 那你一定很期待 PSY PSY這樣 PSY一定會回到零走 那回到零走是什麼時候呢 然後回到零走是多少 在10829 所以 像昨天 這兩筆 你加起來共贏了幾點 16加1 27點 27點 乘以200 你昨天贏了多少 贏了5400 你做兩口呢 是不是 10800 所以PSY 把你最煩惱的事情 變成非常簡單的數據化 任務是空 父母是多 零走平常 你根本就不用去什麼 想太多的事情 因為它就是把 複雜的事情變簡單 變得非常有效率 變有效率 根本就是不用去想 現在該怎麼煩惱 怎麼做 而PSY 就是正50 空負50多 零走平常 像 昨天摩台 也是一樣 然後這個位置 是不是正50 所以你在405.9 你空一口湯 接下來呢 PSY成員 每個人都很期待 他什麼時候會臨走 再 405.4 12.25分 你把它平常掉 這一口 摩台你贏了多少 贏了0.5 0.5大點 很不錯 所以PSY 它是怎麼做的 它就很簡單 正50做空 負50做多 有沒有很複雜 沒有 你需要需要 技術分析需要很複雜嗎 不用 因為PSY就是把 複雜事情非常的簡單 變成正50 負50 還有零走三個數字 你只要照著正50 負50 零走 你就知道怎麼做 你也不用一直煩惱 接下來你競爭對手 到底是在買還是賣 我們就要一起去看的是 PSY 在17號 是不是10906 這裡 你這邊空一口 什麼時候平常掉 10881平常 你這一口贏了多少 贏了25點 25點 穿了多少 穿了200 是5000 這是17號 接下來我們看16號 16號 你在這個位子 是不是正50 正50 該怎麼做 是的 是10880 你空了一口 什麼時候平常 就是PSY零走 它什麼時候來到零走 在10868 所以你這一口 又贏了幾點 贏了12點 我們接下來看是 12號的 這個是什麼位子 正50 一樣 你在10870 空了一口 那什麼時候平常 10822 你是不是又贏了48點 接下來我們看的是 接下來我們看的是 11號的 你在10795 空一口 10766 平常掉 你這一口一樣 贏了幾點 贏了29點 接下來看的是 10號的 你在這邊正50 10813 空一口 10771 你平常掉 這一筆贏了42點 9號的 10827 你做空 空一口 因為PSY來到正50 什麼時候平常掉 10795 平常掉 這一口你贏了多少 贏了32點 接下來我們看的是 我們看6號的 6號的 PSY來到正50 你在10779 空一口 零球平常 10745 這一口贏了多少 34點 接下來我們看的是 9月3號到9月5號 PSY有幾筆是正50 1 2 3 4 5 6 7 幾筆負50 1筆 所以呢 你從9月到現在 PSY 是每筆 都對 每筆都贏 你照著PSY做 你每筆都會對 也每筆都會贏 所以PSY成員 天天在期待 期待什麼 天天期待開盤 因為正負50 都可以贏到滿 而且PSY不怕錯 每筆都是要做 因為PSY就是忙 正50做空 負50做多 像期貨 你長上去不敢做 跌下來不敢做 為什麼不敢做 因為 你不曉得一定針對的時候 現在到底是在做什麼 在想什麼 他到底是在買進還賣出 所以你會害怕 當你害怕 你就不敢做 你永遠不敢做 你就不會有 就永遠不會對 而照著PSY 就把你害怕 你競爭對的時候 在想什麼 做什麼的心理 完全變成數據化 就變成多少 政務史做空 父母史做多 林舟平昌 你只要照著PSY做 你就不用煩惱那麼多 不用擔心這麼多 因為PSY 就是把你最煩惱 最擔心的事情 變成非常的忙 複雜是 把你擔心煩惱 錯綜複雜的心理 變成非常簡單 就變成非常的有效率 所以PSY 它就是正50做空 父母史做多 而且PSY 它可以掌握 掌握什麼 你競爭對手 現在在做什麼 想什麼 所以照著PSY做 你就會每筆多對 每筆多贏 想要把握時機 請跟我線上的 無人員聯絡 想要更進一步了解 PSY怎麼操作 跟我線上的助理聯繫 或盲線中起 稍待的播 最重要的是 星期一到星期五 早上9點到9點半 請指示收看 艾亞老師的台股直播室 台股直播室 超強民視陣容 直播現場 急問急答 坎中其實為您解答 4月起 每天早上9點開始 正經鎖定運動財經台 台股直播室 A++智能演算四大優勢 A++智能演算六大安全公式 三十年來 三十年來 城市交易大要進 A++智能演算 建議先與服務人員聯繫 0800-555-808 0800-555-808 無關是後面的風景 或是北部 無關是台灣或是全世界 用心用愛 讓後代表孫 有更好的希望 2019風起雲湧 創造未來 邁向成功 全聖大師一級棒 五秒期獲一把照 現在就跟你 祝得頭部 讓你贏得高齊的第一場 立即撥打 0800-55-808 0800-55-808 0800-55-808 A++